Yo 各位同學在這裡我們要看你的主題呢 是柯西不等式的第二個題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以知3x加y等於5求2x平方加3y平方的最小值 那各位同學剛從國中畢業要進入高中的話 看到這個題目一定會昏倒 蛤 天啊 這可以解嗎 欸 老師告訴你 柯西不等式的威力就在這裡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老師教各位同學看到有平方的 就要聯想到它一定是某個向量的長度平方 因此由2x平方加3y平方就要聯想到有一個U向量 它坐標是根號2x跟根號3y 於是呢 U向量長度的平方就2x平方加3y平方嘛 它的平方不就它 它的平方不就它嗎 好 這時候呢 由題目給3x加y等於5 就要聯想到有一個V向量 欸 這個V向量呢 坐標是根號2分之3還有根號3分之1 為什麼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UV兩向量如果做內積的話 來 根號2x去乘上根號2分之3 不就3x 根號3y去乘上根號3分之1 不就是y 欸 題目給3x加y等於5 那不就有3x加y 那就等於5 因此你知道UV兩向量內積就是5 好啦 知道V向量的話 V向量長度的平方 欸 那就根號2分之3的平方 加上根號3分之1的平方 那這個的平方就2分之9 這平方就3分之1 這時候呢 欸 我們做通分動作交叉相乘 就得到6分之27加2 也就是6分之29 好啦 這1234 五個條件都知道了 我們把它列在這裡 接下來用可惜不等式要上場囉 好 可惜不等式說 UV兩向量內積得到結果 平方會小於等於 U向量長度平方乘V向量長度平方 UV兩向量的內積在這裡是5 欸 那就5的平方會小於等於 U向量長度平方 U向量長度平方不就是我們的目標嗎 把它放進來 V向量長度平方 欸 在這裡我們剛好得到的6分之29 把它丟進去 那我們就得到5的平方要小於等於2x平方加3y平方 去乘上什麼6分之29 好啦 根據不等式的運算 各位同學應該有點熟悉啦 我們把它除過去 就得到25去乘上29分之6 要小於等於2x平方加3y平方 這個把它乘開來 25乘以6是怎麼150 也就是29分之150 要小於等於2x平方加3y平方 它會問我們最小值 因此它的最小值就是什麼 29分之150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只要把4x平方加3y平方加2x平方加2x平方加4y平方加4y平方加6y平方加4y平方加4y平方加3y平方加4y平方加2d5,028